很多游客到彰化秀水乡的马星社区都会购买当地的特产马蛇饼 其实马蛇饼就是从传统的牛蛇饼改良过来的 社区的爱心妈妈轮流制作马蛇饼 而且呢把收入全部拿出来 用来照顾社区的老人跟小孩 今天的平民英雄系列报导 我们就走一趟马星社区 看看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 但是热心服务的婆婆妈妈 货柜屋干妈饼门面简陋 卖的东西却很珍贵 有芝麻还有赤芽 还有我们有一些那个 多么的地方 秘方啊 改良传统牛蛇饼的配方 外酥内软 甜而不腻的马蛇饼 每一口都有社区妈妈 无私奉献的爱心 我们不是专家 我们也不是专那个 我们只是只供妈妈而已 刚开始的话都一定会比较生酥 那当然是熟年生小 那你就会越做的话越好 你心中有爱的话 做出来饼就一定会比较好吃 烘烤后包装好的马蛇饼 直接送到货柜屋卖 卖出的银鱼不是自己收起来 而是全数拿来照顾社区的老人和小孩 至于为什么要叫做马蛇饼呢 故事要从地名开始说起 马蛇饼我们卖的话 一路敢比起来 我们是做人家 刚好我们这边地名是马鑫 马兴社区位于彰化秀水乡的最北方 居民世代务农 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 留下来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 六年前曾经担任村长的陈明灶 眼见社区人口老化严重 开始号召婆婆妈妈走出来 一起照顾村里老得小的 虽然大家都有意愿服务 但是经费打哪来呢 于是陈明灶想出卖马蛇饼的方法 还请出社区资深的高饼师傅 教大家怎么做饼 所有的利润全部都留给社区 提供给关怀基点 跟照顾老人家 以及儿童客户扶导的需要 从来都没有休息 而且也都是免费 没有给他们收一毛钱 靠着马蛇饼社区有了基本收入 陈明灶立刻成立照顾老人小孩的关怀中心 一年365天除了过年之外 社区妈妈都不休息轮流当班 那大人都在家里也没事做 去出来也做志工 我们也没休息 没星期日也没星期六 每天都有做 有点心 不会吧 大家都说我比较年轻 平均年纪超过50岁的婆婆妈妈们 有的带老人家活动筋骨 有的教小孩子做功课 有的负责张罗营养午餐 来 好 这些志工妈妈我非常感谢他们 平常他们要来社区当志工 然后回去的还要在为家里面付出 所以非常难得 老子小朋友请拍到 90多岁的吴奶奶牙齿不好 她把食物剪成一小口一小口的吃 奶奶的子女都在台中打拼 现在她每天在社区的关怀中心 日子也比较不孤单 所以每天来这里比较好人 那老子也有人照顾 对啊 在这里有10个活胸都来说我们 in the party 来跟我念一次 in the party in the party 对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平日在外地念书的大孩子们 也纷纷回到社区 当起小朋友的数期辅导老师 想说在家里 现在也是闲着 每次就来教小朋友 我一长进去也会啊 没有啊 没有 对啊 妹妹你觉得哥哥教得好吗 你会不会跟着念啊 会啊 那你念第一句给阿姨听好不好 我一长进去 那是在这里 你几年级啊 我三年级 三年级都这么棒啊 马兴社区的每个成员 不分年龄 不分彼此 贡献自己的心力 陈明照说 老人小孩都被照顾好 年轻人在外地 才没有后顾之忧 努力打拼 未来有的成就 在回馈给乡里 有了这样互助的良性循环 马兴社区的发展 才得以永续 所谓乌托邦的理想 在秀水乡 小小的农村 绝非遥不可及 马兴社区的发展